宝蒂街拍古装剧长安十二时辰日前终于杀青了 翻射自宝蒂脸书 记者林南谷台北报道 青蛙王子高凌峰病逝四年了 独自宝蒂阁赵恩佐PO出父亲照片纪念 他说四年了 时间真快 不多说了 话都在心里 Forever King 1950年2月28日 2014年2月17日 其实宝蒂近来很争气 应该会让老爸杨梅吐气历时七个月拍摄 宝蒂日前透露经过了秋天 冬天 春天 一直到现在的夏天 就在本月9日 他默默拍摄的古装剧长安十二时辰终于杀青了 这是我人生第一部古装剧 谢谢剧组给我这个机会 宝蒂 哟 今年二月在脸书PO出高凌峰生前表演合照 怀念离世四年的父亲 翻摄自宝蒂脸书 宝蒂说 他很荣幸能跟这么多戏精前辈们合作 在父亲离世满四年多 终于能靠自己的努力养活自己 金友庄也积极面丽宝蒂 继续认真努力地接受挑战 网友也鼓励他 加油 你会红的 加油